直擊來看到南投湖公路 發生了兩車一面對撞的意外 一名計程車司機載著乘客 前往輕近農場的路上 對象車道突然爆出了 跨越雙黃線的休旅車 兩車一面對撞 計程車駕駛無奈的說 車子才剛買一個月 真的很倒楣 所幸車上乘客只受到情傷 對象車道來了一台休旅車 突然跨越雙黃線 當場撞個正著 計程車開在南投普湖公路 天宇路滑駕駛小心慢行 突然冒出一台休旅車 逆向一面而來 當場猛烈對撞 逆向的休旅車車燈被撞破 前方保險桿跟著掉了下來 還有倒楣的計程車 車門板整片被撕裂 撞出一個大洞 後照鏡斷裂垂在一旁 車身左側幾乎扭曲變形 就連駕駛想要下車都有困難 門都打不開 他整個逆向過來 後方車輛見狀 趕緊停下車來上前關心協助報警 事故發生在上個月29號下午4點多 計程車司機載著乘客要到清淨 沒想到才剛開進浦屋公路 意外就發生了 計程車上一名乘客 因撞擊頭部送浦龍 救治雙方九車子為了傷者無大礙 驚險過程全都被行車記錄器給拍了下來 駕駛無奈的說計程車才剛買一個月 直呼真的好倒楣 幸好車上乘客只有受到輕傷 送醫後並沒有大礙 接著曾如辰南投報導 在箱周航的這個真正旦 よろしく錄下 忍